赛罗爸爸 你要干嘛 我是小赛罗呀 您快醒醒 小赛罗 我不是你赛罗爸爸 赛罗爸爸 您这是怎么了 我是您的儿子 是黑暗扎鸡大人 最忠诚的手下 是黑暗赛罗 站住 你以为你跑得掉吗 我劝你还是乖乖地束手就擒 否则我不建议让你尝尝 黑暗入侵的自由 住手 小赛罗你快走 我来拖住他 你小黑不要 你不是他对手 又一个自己送上门的 那就连你一并抓住 小赛罗快走啊 抓不走就走不了了 不行 要走一起走 一个都走不了 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几经几俩 让你尝尝大家午 这是什么东西 你继继续跑啊 可恶 快放开我 就别做无谓的争扎 乖乖跟我回去见 黑暗扎鸡大人 只是可惜 小赛罗没抓住 不管吧 先回去再说 不好 被小黑被黑暗赛罗抓走吧 你爸 被小黑是因为 救我 他被抓走的 不行 我一定要救他出来 小赛罗说完 就往黑暗赛罗 离开的方向跟去 呼一会 小赛罗 跟着他们 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地区 这里难道是 黑暗扎鸡的基地 只是不知道 他们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 黑暗扎鸡大人 看看 我给您带回了一个小奥特曼 做得非常好 我正需要奥特能量 来孵化我的儿子 只是 小赛罗呢 怎么没有把他也抓回来 那小子太狡猾了 再加上这个小黑子捣乱 最后还是让小赛罗 给跑吧 小赛罗有赛罗的基因 他的基因非常好 如果能用他的能量 来孵化我儿子 想必会更加强大 你务必去帮我 将小赛罗抓来 是 老大 我这就去把小赛罗 给您抓来 贝小黑 落入我手中算你倒霉 你就乖乖地 为我儿子提供能量了 哈哈哈哈 黑暗扎鸡带着贝小黑 走进了里面的屋子 一定不能让黑暗扎鸡得逞 得想办法 救出贝小黑才行 怎么办才好呢 一来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有了 嘿嘿 贝小黑等着我 小赛罗能够成功救出贝小黑吗 咱们下期再见